首张架单约一共是88个单位 涉及的单位实用面积是由299平方尺 至到433平方尺 当中包括了23房的1房 299尺是占26% 21个1房连储物房 即是343尺 占24% 44个2房 419至433尺 占56% 整张架单一共有88个单位 单位售价 架单售价是由7279500 至到10604700 60日付款计划 截实价是567800 至到8271600 作配合不同顾客会提供最适合的付款方法 今次我们提供了三个不同的付款计划 现在我交时间给提供了 谢谢大家 那现在我去介绍一下我们的付款计划 那一份的付款计划 很快就马上讲一讲例子了 第一个例子就是 举例就是我们选用我们刚才说的60日的付款计划 就以一个是一房单位来提供的例子的 而这一房单位呢 我们选取了一座的三楼Q单位 一座三楼Q单位 市场面积是299平方尺的 好了 那这个单位的价单呢 售价就是7279500 那当然呢 我们一定是提供一些的折扣 那折扣优惠总共有四种的 包括有付款计划的优惠9个% 那接着有责业售价折扣的8个% 特别折扣4个% 和新地会会员售价折扣优惠的1个% 那总共是提供22个%的折扣优惠 好了 很紧张了 那我们就去看看这个售价是多少呢 是567万8千元的 那是约售价是785千元的 那接着还有其他的优惠 那这些优惠呢 就是自己 我要回去看看我们的稍后 是给大家的价格 好了 第二个单位了 第二个单位了 第一个单位呢 就是选取了 都是这个60日的付款计划 那我今次呢 用了两个单位 作为例子 这个两个单位 就是一座三楼B单位 而这个单位的实用面积呢 是420平方尺的 是420平方尺的 好了 售价呢是871万5千4百元 那都一定是有那个折扣优惠 那售价折扣呢 都是有22个%的 那这个楼价呢 那这个楼价呢 就是6709万8千元的 那这个赤价呢 是16186万5千元的 是16186万5千元的 那这个赤价呢 亦都是约售价的78% 亦都是约售价的78% 和呢 亦都会有其他的优惠 和呢 亦都会有其他的优惠 那除了刚才说的 那60日的优惠呢 那我们在这一步呢 都讲到呢 我们组织的其他的优惠 那刚才讲了 我们有三款的 那现在呢 那一定要是90亿付款计划 同样呢 这个计划呢 是会提供的 有四个的折扣优惠 包括有付款计划 优惠的8% 置业售价折扣的8% 特别折扣2% 和新联会会员售价折扣优惠的1% 总共提供最高是19%的折扣优惠 那这个款的话呢 特别之处呢 它是会提供一个的 的财款优惠 财款优惠 财款优惠包括呢 三个东西 第一就是 利用第一 按揭的财款 第二呢 就是SUPER第二 按揭的财款 第三就是VGC120S的财款优惠 那详情呢 就需要大家回去看看 稍后派列大家的简单 第三款的付款计划呢 就是360日的付款计划 同样呢 都是有四个的折扣优惠 分别就是付款计划的一位 6% 置业售价折扣的8% 特别之够2% 还有 都一样会提供的 新秘区会员 售价折扣的1% 提供最高的是 17% 好了 那同样呢 这个付款计划呢 都是由刚才所介绍过 在90月9个付款计划里面 介绍过的三个财款的优惠 包括并用第一个揭财款 第二SUPER第二个揭财款 和Regency 120X 好了 我介绍到这里了 多谢各位 好 谢谢林先生 其实平均赤架是 你是说60 天图报应是吧 是18419 其实我们上一个记者都说了 我们一期已经做到 月1600的价钱了 超过 超过 超过月价 是 是 我今次要讲一下 海景两价 还有其他全国家的问题想问 海景两价 有什么参考 我们参考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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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看你们自己看 会不会觉得市场吸引了股 是哪一批 有股的 当然有 我们的股 没有很诚心 法律法 市值 或者市值 或者市值 是 也不可以 市值 超过6亿 是以60的荷物馆计划 尺角度 range 是16-186-20-300 這是節奏的60斤計算 剛才我們用一個的成數最高的 那個就是70元 一個公元 一個70元 下個禮拜安排的機會 有這樣的機會 我們會提升星期六開始 是 星期六開始 通告是11點至8點 其實每個房間都要看自己的質素地段 因為其實我們這個向南海景是很少有的 再加上位置是非常之好的二位灣 附近也有很好的交通 我對這個流行非常有信心 如果不然我都會這樣提出 但張太太的88號裏面 有幾多人向前下 向海景單位置 由那個分子這樣下去 遲些要報告給你 是否大家應該差不多 差不多 張太太 昨天政府那邊就說 也都考慮 推翻那個空地稅 你們自己看 現在有沒有條件去推這個稅 其實我今天是這樣自己的 我們先專注於 越海灣二期的資料先 這次我請你解釋 以前不是說反應 其實那個警官 質素的方式一期都會高一點 那價錢多小 不就這樣 接下來是否有個加價空間 當然有 我們預計有幾多 我們現在正在總計 但一定是有聲服的 4月中這樣開架 其實4月頭 整個4月都不算 一手好熱纜 現在都是300多中 到今天 我估計下半月才發力 今天開價與一期差不多 一期我記得是2020年7月左右 一期整個地理位置 是沒有二期那麼漂亮的 因為一期是直排 二期是橫排 有一面全部往正海無遮擋 如果同價質量比一期更漂亮 我估計發展聲都很穩陣 這是穩陣價 一定賣到的穩陣價 一期就只賣十多間 但一期是賣得很好 因為2020年疫情都很嚴峻 如果說我們中原城市指數 由一期開價到今天 中原城市指數大概升了3% 我計算過的 二手樓價也升了3% 如果它用回一期那麼常客價 而且向海 正海那批 我相信是很受歡迎的 兩房全部都是正海的 細單位就是望後排 現在屯門這次 我估計發展商量不大 六十多間我估計是用一個分段 六十多間 六十多間 對比其他的盤比較小的量 所以它穩陣一點 開價是正常的 今個月如果全月我估計都是 可能不夠一千宗 大概八百宗一手 這個都是比較意外的 可能大家發展商人同此心 全部業主都看好後市 原來看好後市 自然賣樓的時候 價錢都不會太便宜 現在那些賣家 發展商新盤都不會太便宜 所以它賣的量都不會很大 反而轉角市的量會大一些 反而直路大牛市都看通了 業主又看通 買交又看通 變成成交交著一點 二手一樣是這樣 所以二手我估計 今個月對比三月都會跌兩成 成交量 三月是很特別的月份 所以一二手都是退了 樓市的氣氛 對比三月都應該退一兩成 主要就是大家一面倒向就好 穩固的意思 其實那個開價有沒有說 美後價是 對比二手 那些幾十年樓也不公平 主要對比龍門 如果比龍門它還會便宜一點 如果對比玉本山現在桌面賣 就是玉本山現在有些貨 我們在做 在嶺南大學那邊 都要圍到萬八元呎 那麼玉本山就 她跟她的條件不同 玉本山就在山邊沒有海警 如果用海警跟海警隊 就現在同一個二手 龍門都有折讓 都有大概5%左右 如果跟龍門比 因為龍門就是同系的公司 不過龍門就是有個地鐵站 這個就要未來有延善 如果跟龍門比 它是折讓的 它便宜過龍門一些 通常第一批開價 可能質素方面低層一些 可能沒有那麼多海警單位 如果用一個溫價去比 就是龍門都是1.7萬左右 還有比回龍門第一期都是 第一期第一批溫價都是1.7萬 我認為這個都是一個折讓 同價都已經是折讓 樓市都升了上來 如果你說 我就覺得它是幾時價便宜 3%起碼 就是中原城市指數計 那預計的影響是怎樣 因為可能就算第一批買到 可能第二批三批 也不預計得那麼遠的 現在是做事就一步步地做 看著市況這樣轉 現在團赤線已經通了車 近期如果通關氣氛又好了些時候 如果那個團赤線是去機場 在這一刻是最低潮的 因為機場沒有通關 變成了那個機場那條團赤線 沒有那麼有用 但是當團赤線一開的時候 真的通了關的時候 是兩個世界來的 我們現在做賣樓 唯有是見步行步 就是等那個疫情 疫情一向好 疫苗又正在打 就是等疫情一有大變化 就是開關 就是機場用回 如果機場用得回 這裡的氣氛就很好 因為團赤線 十分鐘就不用去機場了 這個主要都是買團赤線的 重要的一個樓盤